大水退去后 树桐无处不在 这里是彭亨双西壁的新村 身后堆积如山的树桐 已经是记着两个身高的高度 这些树桐是水患来袭时 从山上直冲进村子 我们已经是每年的经历是要水栽的 就是好像平时这样子逃难这样子 去那边安全的地方 我们进到里面圆球 明天早上出来6点多 看到满地都是树桐了 如果当晚我们是逃不出去的 我们是给树桐压死 当地大约有30户家庭 村民已年长者居多 在后大部分房屋严重损毁 满地都是笨重的树桐和厚重泥浆 清扫工作不容易 此际选人分会得知消息后 立即出动车队 自备工具前往灾区驰援 其他的NGO过来 他们就回报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来这里 帮助因为真的是很刺力的这个大扫 因为他们的泥土 全部就是在他们的家里面 师兄我们现在过去那边 大概要多久的车程呢 一个小时20分钟 我们总数结合雪龙跟我们据点劳务的志工总数有140位 这些灾区都是重灾 而且很多物质已经损坏不能积住 我们通过社区志工 确定灾民还会回来住 以及不放弃其他的物质 我们就会跟他们打扫 单靠人力 无法快速完成清扫 必须借由重型机械协助 目前很多灾区 很多地方需要积雪 我们都是小乡村 比较难找 本来我是想放弃 但是因为有人愿意来住我们 集结大众力量 期许大家像萤火虫一样 点亮自己的微光 让灾民重建家园的路上不孤单 再到这里